嗨,大家好,我是冲冲 今天来做折纸拼布 准备一张正方形纸 首先平行对折 把纸张横竖都分为八份 因为后面比较复杂 所以前面节省一点时间 再折出两条对角线 全部打开 看到最下面的这个角 和我用笔指的两个点 用下面的角向上面的交叉点 依次对折 注意第一个小成方形不用折 打开一半边就折好了 其余的三边方法同样 因为我用的双色纸 所以全部折好之后翻到有颜色的面 现在我必须画一下折痕 我用红色笔画的折痕线 全部调整为山折线 就是凸出来的 黑色笔画的折痕线 全部为骨折线 就是凹陷下去的 这里需要一点一点的调整 不要着急 包括黑色点也是凹陷下去的 一边调整好了 转着调整另外一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部调整好了之后 捏住两边往里面推 然后整理压平 顺着下面的折痕左右调整 将中间打开压平 再看到用手指的这一小段折痕 我用笔画一下 根据它把上面往下折 然后把侧面拉开 看到我用笔画线的小正方形 把它横向的这条对角线 调整为凹陷下去 正方形的边缘是凸出来的 正方形后面的这个点也按压下去 我现在用笔画线的地方都是凹陷下去的 然后先不管它 以同样的方法折左边 回到正面整理压平 就变成了正方形 其余的三边方法同样 我不画线再示范一边 全部折好之后把中间的脚往上面翻折 最难的地方要来了 大家注意看 从大正方形的侧面把纸张拉出来 把原本凹陷下去的折痕调整为凸出来 上面原本凸出来的折痕调整为凹陷下去 然后整理推平 其余的方法同样 谢谢大家 好的,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 把中间的脚按照折痕往里面翻折 最上层的正方形脚往背面折 中间一层的正方形脚也往背面折 可能这里不太好折 如果折得好,形成的边会是直的 我这里还要再调整 最后翻折最下层的角 整理,压平 如果担心会散开,可以涂抹胶水固定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